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斯特林静期 德国转会市场公布了世界足坛球员的最新身价 而根据最新的数据 有很多知名球星的身价都发生了很大幅度的下滑 黄马水货前锋阿扎尔身价腰斩 缩水幅度达到了惊人的5400万英镑 成为了年度缩水王 而梅西的身价则下跌了3600万英镑 位列榜单第五名跌破了1亿镑 阿扎尔具体榜单如下 1.阿扎尔 皇家马德里 5400万英镑降幅50% 缩水5400万英镑 2.阿里 热次 3420万英镑降幅57.8% 缩水 4680万英镑 3.斯特林 漫长 9900万英镑 降幅31.3% 缩水 4500万英镑 4.凯帕 切尔西 1350万英镑 降幅75% 缩水 4050万英镑 5.梅西 巴塞罗纳 9000万英镑 降幅28.6% 缩水 3600万英镑 6.格里兹曼 巴塞罗纳 7200万英镑 降幅33.3% 缩水 3600万英镑 7.坎特 切尔西 5400万英镑 降幅40% 缩水 3600万英镑 8.埃里克森 国际米兰 4500万英镑 降幅44.4% 缩水 3600万英镑 9.伯格巴 曼联 5850万英镑 降幅35% 缩水 3150万英镑 10.纳卡泽特 阿森纳 3150万英镑 降幅50% 缩水 3150万英镑 梅西上述球员整体一看 除了梅西和坎特之外 其余球员的身价 下滑大多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再加上自身竞技状态的 严重下滑 斯特林 伯格巴和格里兹曼 没有那么差 但是相较于自己之前的表现 也有一定差距 而埃里克森 阿里和凯帕 已经基本遭到了弃勇 身价下滑 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 阿扎尔的防守位置 似乎毫无悬念 毕竟比利时人在整个 2019-20赛季 只为黄马打进了一例进球 而本赛季至今 他也只为球队出战了6场比赛 虽然也有对阵国米的不错发挥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基本看不到阿扎尔出场 还是希望上述球员 能够尽快找回状态吧 不过朋友们 开怕这身价 还有什么下降的空间吗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